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星期五这个时间我们对话 何人客 何人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疫情发展 我们在这里还是 等待着所谓高峰期的来临 但我们就看回中国 武汉就解封了 究竟解封的状态是怎样 还有你所身处的广东广州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 先和我们介绍一下 好了 那七十六日之后 封城七十六日之后 在四月八号凌晨 半夜 就 武汉就解封了 其实这个解封 已经早几天就已经预告了 所以就并不是突然的 很多人都在等待着这个时刻 其实所谓解封就并不是说 可以全部放开了 你们好像以前那样 不是 只不过是解封什么呢 就是 武汉对外的交通 比如你们可以开车离开武汉 可以坐火车高车离开武汉 有部分的飞机 航线开通 比如首班的 就是武汉 去到海南岛的三压 但是武汉最大的机场 天河机场 不过还没开的 可能要再等几天 城市的大门打开了 可以出入这个城市了 但是家门 居民家的门 还是处于一种半关闭的状态 没错 居民市民可以出家 去公园行下 但是,政府还是劝住居民,没有事,尽量少出去 那些义工帮人配送,在隔离期间帮人配送物资的,继续做 只不过是大部分人就不用犯规者了 而那些长者、残障人士、不方便出门那些义工继续去扶他们 所以,武汉基本上属于一种半开门的状态 无论如何,这个时刻都是一个里程碑 整个城市,一千多万人困住了 在这个时刻,76天之后,基本上是控制了疫情 那么,大家,部分恢复自由 武汉的疫情,已经是处于一种,可以比较有效控制了 比如,新增的病例,连续多日没有了 死亡的病例,已经减到个位数了 还有重症的病例,已经是几百个了 累积的重症,累积的案例,还在医院里住的 大概是四位数,三四千 所以,情况恢复得,考虑到两个月多一点 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我不在武汉,真实的情况,具体的情况 我是不多知 我知道的就是讲真了 广东省,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有零星的三单、五单 这些新增的个案 就是这样的每天三、五单的个案 已经被全国的网友骂到,神仙 省长、省政、省委书记被人骂 一般网友骂的就是,广东在前一段时间太过缩发 太过轻视疫情的反弹 所以现在搞成这样 所以广东基本上也不敢放松的 广州在十天左右之内,我已经出去喝了三次茶了 有多少少少报复性消费的意味 进去要量体温,要戴口罩 大多数的酒楼都要遵守政府的规矩 就是隔一座桌坐人 即是说,甚至不够一半客人的 实际上就真的没有一半客人在那儿 客人不是很多的 最多是四个人 你想一圍桌十几个人那些 那你就不要想着了 但是呢,那些食肆呢 我就发现他们,他们的营业方式也都略作变通 走来适应这种情况 比如,一般来说,到下午两点 由两点一直到夜晚的五六点 这段时间,餐馆要下场 是吧,没有客人的 但是现在呢,不是 我那天去和我的唐兄 去两个人喝了一次茶 下午三点几钟去 坐到五点 五点几 没问题,你坐 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就直接是静饮 搞到自己都不好意思 最终随便点点东西来吃 但是服务员没所谓 又不得你坐 所以他们也都是略作变通的 因为非常时期 大家都 他又想起码人气旺些 做多些生意 你也都珍惜这些能够出去的 这个机会 能够见面的这个机会 因为现在大家都 不多感 没什么事 若人喝茶这些 大家都不多感 街上 基本上每个都很规矩 戴口罩 搭车 进小区 地铁 进去商店买东西 全部都要量一量体温 所以那种不敢放松的意识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够自觉遵守 广东省的学校的开课 已经定了 好像是5月11日 我相信有一些学校 会稍微提早些 比如中小学 这些 又在这两三个月去 家长要上班 平时已经对着这帮猴子 已经是抖大头了 可能会早点放他们 大学呢 就会稍微辞一些的 其他的省 比如江苏省 比如上海市 那个 服货的日期 也都已经 开始了 有些甚至 有些 比如江苏 据说在3月30日已经开始了 上海在4月 好像是十几日 总之就陆陆续续恢复 所以现在 基本上 中国的 总的来看 整个形势来看 疫情 到了现在这个加注 可以说是 基本可控了 现在的确 外面传入来的 每日 有时多的时候 几十宗 有时十几宗 都陆续续续 由于 外面传入来的 既然存在 就少不免 在里面本土 也有一定程度的 传播 但是 基本上就是 这个本土的传播范围 比以前 不知道 这个病毒的时候 要小很多 要少很多 比如 廣东 基本上就是 所谓外来的 除了海关之外 就是那些 非洲籍的 廣州市 有很多非洲籍的人 在那做生意 慢慢慢慢 就 半定居 那样 在那承家 所以 这些这样的 还是 引起 廣州居民 極其关注 对他们的行动 轨迹等等 都详细的报告 一说哪里有一例 于是 所有的手机 就传 哪里哪里 你们不要去 他们曾经 坐过多少路 车 去过哪里 买过东西 喝过茶 这些讯息 你也不知道它是真正假 总而言之 就是 当它是真的 就是这样 所以 基本上 我的骨 收尾阶段 中国大概 过一两个月 应该就好了 但是 中国政府 我估计它 有段时间 它都不敢宣布 我们没事了 这是不够胆的 因为毕竟 外面的世界 美国 欧洲 其他地方 那个疫情的严重程度 还是摆在那里 主要世界 理论上来说 主要世界 还有一个人 攜带这些病毒 全世界 你就不得平安 希望 美国 也都 马上来 能够彻底 封住这些病毒的传播 消灭这些病毒 就像天花那样 那样 那时候 全世界 就脱离了这种 新冠病毒的阴影 但愿如此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先休息一会 你 可观看 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